李云霄笑道 不用紧张 带我慢慢说来 对了 你怎么会被苏联仪找上门来对付我 他又为何要杀我 祖高原哼道 这我怎么知道 李云霄摸了几下下巴 思索了一阵 我和天一阁 的的确确 陆陆续续有一点小误会 但也仅限于小误会而已 这老巫婆 不会这点度量都没有吧 也罢 待会儿我自会出去找他说清楚 当下李云霄便和祖高原交谈起来 祖高原的脸色 一下变得震惊无比 随后露出万分的凝重 久久不能化开 李云霄道 此事你知我知 你是聪明人 当知该如何办 祖高原双眉皱成了一个穿字 沉默不语 一阵之后才说道 我明白了 李云霄露出一丝笑容来 其实你是没有选择的 祖高原沉深说道 我知道 你自己小心了 苏联依旧在外面 我可不希望能够打败我的人 被别人给杀了 李云霄笑道 放心吧 你们都死了 我也不会死的 哼 祖高原重重哼了一声 便转身而去 一步之下 身体就开始变得透明起来 数步之后便完全消失不见 李云霄 又同当中散出腰异的光芒 四周景象一下收了进去 顿时回到了紫屋内 那屋门大开 还有淡淡的原力波动 正是祖高原已经离去 李云霄昂首道 苏婆婆 出来一见吧 哼 屋内传来重重的冷哼 一处空间微微扭转 一道浑身蓝衣的工装女子 矗立在空中 冷冷的望着她 女子的蓝色纱袍上 绣着流云暗花 面色清冷秀丽 给人一种惊艳之感 不带一丝情感 李云霄笑道 苏婆婆 你我无冤无仇 用不着找人砍我吧 无冤无仇 女子冷冷地说道 从妖园到宋岳阳城 我派多少好手 折在你的手里 就连我最看好的弟子梁玉依 也因为你而去了刀剑宗 这笔账不是冤不是仇吗 李云霄笑道 你派的那些好手全都是逗逼 一个个自己找死 岂能怨我 至于梁玉依 也是被须丹和那个傻鸟 给逼走的 当日人人皆可作证 苏联一脸色难看起来 不管如何 我天一格始终因为你而损失巨大 这笔账该如何算 李云霄摊开双手 耸了耸肩 无奈道 你要这么想的话 将来只能损失更大 至于怎么算账 随你了 反正你现在又打不过我 我又不怕你们 你 苏联一被他那无赖的样子 给气着了 咬牙道 好 我就亲自看看 古飞扬转世 到底有多强 他手指一点 一道水柱式的光芒冲起 那光芒呈现出半紫半黑之色 不断在掌心凝结 最终化作一朵双色花 往李云霄的身上飞落 双色花中散出恐怖的力量 将紫屋内的空间全部锁住 并且绞得粉碎 李云霄消瘦的身影 在其中不断恍惚 在那绞杀之力下 成百上千的金光 从皮肤表面蹦射而起 呼 突然整个空间开始剧烈震荡 紫黑双色不断的被撕裂 以李云霄为中心 一股风暴悬开 无数千鸟丝鸣 风云有我 李云霄目光一凝 寒光闪动下 嘴角擒着一丝玩味 一掌拍了出去 大风起夕 云飞扬 所有力量尽数败退 那通体金光的身躯 变得阴实起来 双色花 砰得一声爆开 化成两股青烟 鸟鸟飘散 紫屋中恢复一片静谧 只剩下苏联一急促的呼吸声 苏婆婆 还要再来吗 李云霄含笑地看着她 苏联一脸色竖变后 一转身便要离去 真当自己是新严城之主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是本少好欺负啊 李云霄面色一寒 屈指一弹 啵的一声 一道电弧射了出去 砰 那道电弧 在苏联一的面前炸开 化作一圈圈的雷光 层层叠叠叠在一起 往她的身上照下 苏联一大惊 怒道 区区一道止雷 就想困住我 你也太小看人了 她长跑摆动 双手在身前飞舞 一朵朵绚丽的花朵飞出 在双臂之间旋转 一共画出九朵 苏联一双掌往前推去 砰砰砰 九朵光之花一下破碎 顿时恐怖的力量 疏然爆裂 像是海浪般涌出 轰 四周之雷瞬间被淹没 苏联一面色冰冷的 立在空中 那光芒如同一朵巨花盛开 照耀的她 脸色阴沉无比 但不过瞬间 那巨大的花环便被斩碎 就连光都为之凝结起来 化成淡淡的蓝色 一道剑风快如闪电 将整个屋内空间 划成两半 天地内似乎万物不存 只剩下这一剑斩落 所有的一切都融入其内 苏联一眼眸当中 闪过大亥之色 抬起双手 不断地掐掘 食指飞舞 最终截出了一道手印 食指相扣 往刀锋上压去 她双手指盔上 浮现出气灵 如同猛兽张口 疏然咬下 短暂而急促的摩擦声 冷箭冰霜 在苏联一胸口前 三寸处停了下来 但那锐利的剑翼和寒气 直接点在心窝 梅花般大小的血印 浸透出来 但眨眼间就被寒气冻结 那掐住长剑的食指上 手盔疏然崩裂 鲜血流在剑身上 不断低下 苏联一脸色发白 双眼有些凌乱和空洞的 盯着李云霄 哼 本少说了 你打不过我 现在你出饭 又是女人 我今天就只削掉你的双臂 算是略施惩戒 李云霄宁笑一声 长剑轻微的颤抖 无边含义和剑气 捧了起来 眼见就要削下 苏联一惊恐的尖叫一声 害怕道 不要啊 你放过我吧 她的脸上 早已没有了血色 一片惨白 放过你 苏婆婆 一盏茶之前 你可是还要杀我的人呢 李云霄冷冷地说道 苏联一嘴唇都白了 咬出血来 飞扬大人 我今日来 其实还有一事的 你且放下剑 我与你细说 李云霄眉头拧起 当我是小孩 眼见杀不死了 就开始谈事情了 苏联一急忙说道 原本我的确是想杀你的 但也是一种试探 看看你是否有那个实力 来跟我谈 李云霄冷笑了一声 将剑收了起来 谈吧 我看你能谈出什么有趣的事 来保你的性命 若是谈得不开心 天一阁主人 今日就要与命在此了 苏联一看了一眼胸前的 红色血印 这才抬起头来 缓缓地说道 我找祖高原杀你 其实是为了试探你的实力 但若是没有通过的话 杀了也就杀了 毕竟你的确和天一阁有过节 李云霄被吭声 静静地等着 苏联一本想试探一下 他的反应 但显然失望了 对方的眼眸当中 就连一丝连衣都没有 平静地望着自己 即便有 也是一丝嘲讽 他内心暗叹了一口气 但又有些欣喜 继续说道 若是你能够胜过祖高原 和我联手的话 我就打算和你做笔交易 你现在的表现 比我预想的还要好 交易 李云霄吃笑的 先看看你有什么筹码 把你的命买回去吧 苏联一脸上 隐隐现出了愤怒之色 沉思半晌之后 说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我想带着天一阁 投靠你 什么 这下李云霄终于变色了 先是愕然 然后露出了浓浓的不解之色 苏联一常常叹了口气 说是投靠 实则是想寻求你的庇护 庇护 李云霄道 天一阁惹大麻烦了 苏联一摇头道 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 我想知道你所言的庇护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 伤盟的前景如何 李云霄淡淡一笑 前途无量 前程似井 苏联一苦笑道 联一是开诚布公的 和飞扬大人一谈 大人为何要说这般套话 李云霄道 哦 那在你眼里伤盟的前景如何呀 苏联一连连摇头 一副无助的样子 苦笑道 那 我便直说了吧 这次新严城 是否能够顺利扛过去 还未为可知 就算扛过去了 怕也要翻天覆地的巨变 七大理事会成员的格局 将会彻底打破 李云霄道 我也是有所耳闻 这次宣战林白一之时 你们天一阁是极力反对的 苏联一点了点头 不错 雷锋商会 曼多商会 还有我天一商会 都是极力反对 但我们三家实力有限 根本主宰不了商盟的大方向 李云霄 凌空抓来一柄主意 直接坐了下来 对付林白一 这破主意是谁出的 明眼人一看就不对头 商盟的发展是在利益上 这种极度不合算 完全本末导致的事 根本不符合商盟的作风和利益 苏联一神伤了一阵说道 飞扬大人 你也看出来了 李云霄道 所以反对是非常正确的 不正常的是 另外四家竟然会赞同 苏联一脸色戍变 面色凝重道 这也正是我想不通的原因 万宝楼乃是此事的发起者 自然是极力赞同的 可为何金钱帮 星月斋 还有天元商会 也会赞同 他低着头 在屋内缓缓地踱步 自顾自地分析道 星月斋的崛起 太过突然和不可思议 我一直都有个猜测 如今看来 多半就是了